大家好 我是Gin Lee 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 Ting 張安婷 今次我們就一起拍了一個360度的MV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又要笑我了 我承認我很討厭 因為Yan Ting 他是很聰明拍攝的 他一早就接觸了360度的拍攝手法 但我是今次才剛接觸 我就要說少少Hello 剛才有個朋友就發了一條連結給我 去看這個MV 我在車上看了30年 開始了30秒 為什麼?開始了這麼久 都只拍到那條馬路? 這個MV這麼有趣? 然後我的同事忍不住 你要動的 是360度來的 不是只看馬路 然後我才知道 然後他笑了我很久 我每次都聽到 原來有人是 講明360度 你還看著1度 不是啊 為什麼還拍著地? 我可以說一下 因為那條連結是Youtube連結 我們看Youtube都是沒有這個 我贊成 我很正常按進去就這樣看 給你過關 我講出來是想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科技很厲害 就不要像Ginni這樣 只是看著馬路 對 你說一下我們那天拍攝的趣事 其實那天拍攝和平時拍MV有些不同 因為平時MV有得看playback 你有導演 有編劇會跟你說 這個Tick好 這個Tick不好 你怎麼可以改進 但是因為它是360度 所以 我們一定要清場 是的 我們一定要清場 那導演說 我現在拍攝的了 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發揮 自由發揮 然後拍攝完之後 他們就走了 然後就剩下我和阿俊 然後我們就在想 哇 那怎麼辦呢 就是 好啦 我們就真的投入去 當自己是一對情侶 我們會在這個郊外 會做些什麼呢 會彈一下歌 會唱一下歌 吃點東西 那反而那個感覺就有點尷尬 因為平時有人說 OK Tick 現在是沒有 完全沒有人會說任何東西 好不好呢 其實是真的看你自己的 而且我們沒有得看 playback 如果有得看 playback 我們都知道 這個角度漂亮 或者怎樣怎樣 完全我們不知道 就先做了 我們就做了五分鐘之後 整首歌都唱完了 然後就在想 為什麼他們還沒回來呢 然後開始很不安 好懷疑 好懷疑 又再做一次 又再做一次 就唱了另一首歌 都還沒回來 然後到最後我們做到 做了幾次 然後就在那裡找 喂你們出得來了 你們出得來了 夠了 做了很久了 所以是一個很有趣的 一個拍攝的過程 我沒有試過 你有沒有試過 之前 其實我沒有試過 這個也是第一次試 都好玩的 還有就是本身的車 我們有些拍攝是在車裡面 那大家可能 看不到工作人員 但其實他們躲在底 那裡跟我們一起 喂你們可以了嗎 你們可以了嗎 這樣 是啊 所以呢 我那天就開了這架SUV 這架 我覺得都很舒服的車 就是很 就是我是特別喜歡 Family car的人 嗯嗯嗯 我不知道你了 但是我是 因為我有車牌 我開車的 那我會很喜歡 跟家人一起去玩 有車河啊 去郊遊 那樣 我是特別喜歡 大一點的 舒服的車 又就是空間大一點 又可以放很多東西 又可以車很多人 嗯 我自己就沒有車牌 就是我現在還在效 那所以呢 我等你車我 是嗎 我欠你一次 等我拿到車牌 是我的第一個車來 OK 等你 好